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我们今天也继续看主线剧情哦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哦,我们回想起跟周其洛告别的黄昏 你会没事的 我说过 这一次我会成功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 鼠屏小姐 你要等着我 你会等着我吗 对不起,这次等不到你了 我们不是等到他了吗 那个人很明显就是周其洛吧 虽然说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他要装作不认识我们 他应该不是时宜了吧 应该不是 一只温暖的手靠近了我冷得发脏的侧脸 别走 哇,这哪里 新背景耶 这背景好酷哦 绑住的黑布被解开 光芒又重回我的世界 我茫然睁开了眼 视野里有一张寂静的脸 还一张熟悉的眼睛 哦对,上一次我们女主被绑架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瞬间,我仿佛看见那个我一直惦记的人 再次笑容满面地站在我面前 我仿佛又感觉到他温暖的怀抱 和最后离开我使得那份坚决 周其洛 我回来了,薯片小姐 周其洛,是你吗 我想伸出手去触碰这双眼睛 他仅仅束不住我的东西 就将我拉回了现实 谁是周其洛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感觉他应该没有忘记我们吧 难道每个人都失忆了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我们的啊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他不能跟我们相认 还有装作很冷酷 吃了 我好不习惯哦,我的天啊 你要我们吃什么 我的嘴巴被塞入壳胶囊 却不苦 还带着一丝甜味 该不会是苹果味的吧 混沌的意识开始慢慢回到我的脑海 然后他抬起手来 整个手术台都随时他的动作震动了一下 几声聚想后 我的身体重温了自由 我坚囊地坐起身 看着眼前的人 哦,这个画面 这个卡出现了 巨大的西顶灯 在房间里照射的恍若白日 这个手术陌生的男人站在那里 侧对着我 他的左手拿着一个银色金属箱 右手插在口袋里 看上去姿太轻松 金属箱里装了什么 对了,这张卡片呢 我的小账号拿 我大账号没有拿吗 对啊,他也刺青啊 是与周琪洛接染不同的装扮 你是... 这个太明显是他了吧 你那奥人有可能五拐掌的一模一样的啊 不管你想说什么 现在先闭嘴 我真的是很不习惯啊 他为什么变这么多 他真的变太多了 怎么这么冷淡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大力的拉开 粗不及防的浪腔 险些摔倒在地 技术性跌倒要来了吗 快点,技术性有爆 周琪洛 地上有单孔了 多好 别安心 我有一种 心碎的感觉 原来他太凶了 还没从惊吓中缓过来的我 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 用极快速度冲向前 原本无人的枪角 凭空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衣男人 然后呢 耳边的是冰气相接时清脆的金属声 带着点点破碎的火星 我的视线很难捕捉到他们两人的动作 突然变灭了 Helios 劝你放手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巧了 我偏要管 阴狠的声音 伴随着一些冷笑 就像重途目录的凶土 死人不该再出现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知道太多 也不该再出现 讲句题外话啊 我今天觉得她配音配得非常好啊 她可以把周其洛那种温暖阳光感觉配得淋漓尽致 然后当她变成了Helios 那种冷酷 这种 桀骜不驯的感觉 她可以配得这么好 真太厉害了 哇 一个子弹急在我的身边 不知什么东西 铺了碎片 砸在我的脚下 下一秒 我被拉进一个 满湿汗水的怀抱 钱啊 继续人是怎样 我发现啊 这个Black Swan组织的人都有一个特性 他们都是表面冷酷 表面凶狠 表面说 我救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可是呢 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行为 骗不了人啊 真是的 硬邦邦的胸膛 撞得我鼻尖有些痛 我的眼前冒着金星 只能任由自己 随着对方的动作 不断地移动旋转 还有动作片的画面 她的动作一点都不温柔 哭在腰上的手 力道极大 丝毫没有留手 我的手臂 不小心撞上了一旁的灯架 但她也毫不在意 完全没有因此而放慢速度 也有一些肉体被狠狠撞上地面的声音 所以我的动作终于停止了 她直接松开了手 任凭我腿软的画作在地上 昏暗的紧急照明灯亮起 我这才看清楚 倒在地面那些黑衣人 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拿着 拿什么 她叫我拿那个金属的手提箱 然后捡起一节断链的电线 将那个黑衣人的四肢绑好 这是什么东西 病毒 病毒 什么 就是你想的那个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 我真的不懂 如果她是演的 她怎么能够演得这么好不在意 而且连我们女主 手臂撞到的东西她也不在意了 如果是演的可以演重鼻尖吗 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啊 海峡就很失忆了 不知道了 如果知道表告诉我 我不想被剧透 我们继续看 这个 这真的是 千万拿稳了 不要松手 要不然 我们都会死 这么严重 我一定会拿好的 开玩笑 什么开玩笑 这里面不是病毒哦 什么东西 什么玩笑 你太容易上当了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怀里一心 箱子就被拿走 她走到墙边的荧幕上 研究边暗了两分钟 岩丝和缝的墙面上 开启了一扇门 发什么呆 快走 好吧 电梯啊 电梯啊 对啊 那个银色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 电梯门合上了 快速的上升 萤幕上显示的 -113公尺的数字 迅速减少 让我确定自己 不是在医院里 而是医院底下 数百公尺的地理 这个医院果然很奇怪哦 我的视线回到了 面前这个人的身上 他看着荧幕 似乎在专注地 思考什么 那种很熟悉的感觉 回到了他的身上 明明是完全不同的 形象和气质 声音直直都不一样 但他却又那么像周其洛 实际上 真的会存在 两个长得如此 像象的人吗 应该不会吧 周其洛 我试探心地开口喊了他一声 他没有任何条件反射的迹象 只是将看着荧幕的目光 转向了我 你是周其洛吗 不要装了 你还要喊错几次 不可能是不同人吧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周其洛 对不起 电梯还在往上 上升到某个高度时 周围团响起了滴答声 这是什么声音 终于电梯回到了地面上 门打开的瞬间 滴答声音停止了 一些很长的尖锐声响起 哦 等下这爆炸声音哦 炸弹的声音哦 我突然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声音 迈出去的早步停在原地 心脏也像是瞬间停止了一般 等待着迎接爆炸声 一秒 一秒 两秒三秒 等待如此漫长 声音都停止了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现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他的手提箱吧 男人率先走出电梯 我也只能放下锁一律 快步跟上 我们又回到医院里了 医院中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走廊里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我们两人的脚步先 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不是都看到了 这间医院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可是为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 他一脚用力的踢开了锁上的大门 我们离开了啊 走出医院的院子 外面步道上远间停止的车都已经不在了 这么习惯啊 我们才离开没多久啊 现在赶快离开 之后不要再来这里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你呢 不和我一起离开吗 对啊 我还有事要做 可是里面很危险 和你没关系 这句话 天啊 他冷淡到我心好痛 我下一次的拉住他的手腕 心底一片慌乱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斗 但却不想着这样放开 你是周其洛吧 你是周其洛吧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 不是你说了让我等你回来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 我不是那个人 手中拉住的手腕被直接剑脱 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泪珠 终于忍不住滚落了下来 男人的背影越走越远 直到走进了医院的高厂里消失不见 黑暗笼罩的房间里 相同的几十个荧幕都播放着同一个画面 巨大的爆炸 医院在树苗间塌落 火光四起 浓烟滚滚 医院爆炸了呀 谁呀 就在荧幕前的男人 他笑了起来 然后举步离开了这个房间 谢谢 好吧 我今天就觉得 好不习惯这样子的周其洛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还是要这点失忆了 还是故意想着不知道 还是怎样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我们继续看到这里 抱歉这影片比较短一点 因为我时间不太够 可是我还是想要出个影片 跟你们一起看剧情 那我们就下次再来继续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希望我按一个赞哦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 以及要订阅的话 记得开启铃铛 就可以需要通知 感谢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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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